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再過幾天就是中共二十大的選舉了 從10月16號到10月22號這幾天 中國國家領導代表就出爐啦 但目前看起來習近平三連任的機會是蠻高的 當然不排除其他小概率的意外 就算習近平因為某些故意 而不在連任國家領導人的位置 但我覺得他應該也不會放權中央軍委主席的位置 我們看這張圖就知道啦 在中國有解放軍跟武警的人才是真正的實際領導人 而說到習近平有大概率的三連任機率 就要說到中國豆瓣最近刪光了有關死亡筆記本的話題 而中國網友也紛紛到微博上討論這個事情 帶大家來看一下死亡筆記到底是什麼梗 來首先是這個叫做Chris的中國網友 他在推特上說豆瓣清空了所有跟死亡筆記相關的條目 微博評論我們都知道會寫下誰的名字對吧 然後他截圖一個死亡筆記 因為相關法律與政策搜尋結果 位於顯示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死亡筆記 他寫了什麼 習近平 祖母 娘 明 父親 部長 清華大學 小學生 通商寬衣 通商寬衣是習近平念錯的 扛賣不換奸 維尼加 就是這個被封了被禁言 在台灣如果有一個這樣子的 你寫什麼蔡英文 然後照樣照句 你也不會被怎麼樣 因為一堆人在網路上都罵過 我家附近幾個鄰居也是反蔡英文 他到現在還活得好好的 我們台灣人雖然有時候政治立場不同 但是我們鄰居之前是蠻好的 你知道嗎 我們不會互相干涉對方的立場 這可能小粉紅不了解吧 因為你們沒有過 你們都是強迫別人 畢竟你們政府是強迫你們的 來帶大家來看一下微博的這個 死亡筆記日子 一個很成熟的名字 他說 豆瓣怎麼知道 我每天都在心中的死亡筆記本 寫上他的名字啊 他是誰啊 如果我有死亡筆記本 第一個就寫上您的名字 死亡筆記被記這件事情 實在太好笑了 簡直在作品外 完成了死亡筆記的一部分 好諷刺 你們現在在去這個中國的微博上 打死亡筆記 你完全看不到這些 民視暗示暗諷習近平的那個您那個人 你只能看到正常在討論這個劇情的標題 而我們要怎麼看習近平或者是 習家軍習派的人是否要繼續掌權 其實習近平這次三連任 不一定是他繼續連任 有可能是他的班底 然後他退到後面去 繼續當這個中央軍委 這也是另外一種可能性啦 那我們要怎麼看這風向 就是要看中國的特色管理政策有沒有被鬆綁 那如果這個特色管理政策沒有被鬆綁 反而擴大並且常態化的話 那恭喜啊 習近平或是習派的人 將連任第三次的任期 但是我們現在從中國的政策上來看 中共確實是在把這個核酸跟這個特色管理常態化 帶大家來看一個叫做信服貼的東西 我們今天如果按照小粉紅的邏輯來分析這個紙條啊 那就可以得出兩個結論 第一個就是負能量的人啊 會說這個封條 它是封條 它是限制人民的民主自由的封條 它是剝奪人權的封條 但是啊 充滿正能量的愛黨愛國的粉紅啊 還有舔共的那些人他們會說什麼 這個是信服條 這是黨給你的信服 保障大家的生命安全 所以這叫做信服條 帶大家來看一些中國網友的留言 他以化作胡笑狗 他轉發了這個信服貼 然後這個圖片無法顯示 好幸福喔 特色管理的信服貼 有幸被貼的業主 記得一定要信服喔 不要破圖 冒出那麼多新東西 信服貼 那麼 居民不喜歡信服貼 是不是可以撕毀燒毀呢 畢竟在傳統文化裡 白紙貼上門可不是吉利的事情 還是白的太吉利了 福氣到 竟然說好像有點像那個商事喔 能不能換個紅色帶符字的 Lucky我幸福 偷著樂 偷著樂把黑色幽默 怎麼不貼特色管理的辦公室門上 看著真慌 幸福馬賽克 幸福掛掉了 沒看到 這是什麼 看不到 還不趕緊偷著樂 換成紅色撒點金粉 還可以搞個紅色星期版的福道了 博主搞個小號可好 他是怕被封掉了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啊 中國的官媒啊什麼人民日報啊央視啊很大的那種 都在宣導 人民日報連署文章 動態清零可繼續且必須堅持 中方提出建立基於核酸檢測的結果 以國際通行二維碼為形成的健康碼國際互認機制 希望更多國家參與 神經病啊 現在全世界就剩你在那邊天天捅天天捅 我昨天看到一個很誇張的 我不知道是中國哪個城市啊 排隊倒垃圾去做這個垃圾回收啊 然後每個人還要做核酸 然後裡面的人把你的垃圾袋翻開 再把裡面每個垃圾袋做一次核酸 哎有時候 不知道怎麼嗆你了你知道嗎 已經沒有那個形容詞可以嗆你了 講到這個 我也曾經聽到所謂的滿口正能量的那些人 還批判新聞上面都是負能量 那些人真的是 你們活在虛空嗎 正能量負能量怎麼定義 今天這個人他偷東西了 這是正能量還是負能量 應該是負能量吧 他做的這個事情是負能量 但我們今天把他這個事情報導出來 宣告跟大家講 請問我們把這個事情播出來 這是負能量嗎 我怎麼覺得這恰恰是正能量 因為我要防止負能量的擴散 所以我要正能量 但是你們這種人就會把我們 報導出來的人說成是負能量 比如說中共今天對台灣 或是對自己國內做什麼事情 國內不允許講 那就由我來講 然後小粉紅就氣不過 就說你怎麼天天負能量呢 講不過就只會講這個 老實跟你們講一下 你知道正能量負能量這個詞 是誰製造出來的嗎 恰好是你們中國的一個色老頭 製造出來的 好像二三十年前 有一個中國的色老頭啊 他天天去騷擾自己的這個女同事說 你全身都是負能量啊 你跟我雙修啊 你就有正能量 我把我的身體的正能量 注入到你的身體裡面 這就是正能量的由來 你們今天還把正能量 當成一個很開心的詞 你們典故都不懂 就在那邊亂用 像是昨天有一個小粉紅就這樣嗆我了 他說我天天用在負能量啦 還問我的皮膚是黃色是白色還是黑色 他說我是中華民族 然後他說什麼 中華民族不團結就是 因為我們這樣的反共的人存在 我實在很懶的跟他講 我直接把他封鎖 我也懶的去反駁你了 什麼血統膚色 所謂的56個民族 綁架在一起的中華民族 論述 我三年前就已經 跟一堆你這種小粉紅辯論過了 節目叫做戰狼觀察戰 還要跟我申請辯論 你回去吧 我不想三年前做一樣 三年後來做一樣的 中國有沒有可能 習近平繼續連任 這個人民日報 今天又出了一個社論 叫做人民日報 躺平不可取 躺贏不可能 就是在取笑我們所有 西方國家 日本、韓國、台灣 躺平啦 很不可取啦 然後說什麼 中國實施躺平的話 會死三億啦 欸你要不要把那個 急震啊 跳樓的啊 自殺啊 算進去有沒有三億 你應該算這個進去吧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這個 兩個小粉紅 遭受社會鐵權的案例 第一個分享的小粉紅是 他遭受社會鐵權主義後 還繼續愛黨愛國 我們看9月15號 00後的網友小粉紅他說 真的服了廣東這些房東 身上帶著 加起來八斤重的金氏 整天跟我們要 1300塊的房租 我這兩個月都沒有工作 你們心裡沒點B數嗎 虛偽的要死 這個小粉紅在10月之後 他說了些什麼 不管兒屋事態如何升級 我們相信黨和國家 不會讓人民捲入危險當中 不敢怎樣 應該是打錯字啦 不管怎樣 相信國家會帶領我們 走向更美好的生活 這就是小粉紅啦 所以你說要同情那些 被遭受社會鐵權主義的嗎 我覺得 八可不必啊 這是這個國家自己的貢業 但這種人他愛黨愛國嘛 所以他承受也是剛好而已 好那我們接著看 第二個遭受社會鐵權的小粉紅 這個叫做阿琪的粉紅 他在8月3號的時候說 台獨那些又自大又蠢的蠢貨 看看貿易封鎖後 你們吹捧的美利堅 會不會把你們的魚和橘子 跨過太平洋運到北美去 看不起中國 你就看你爹怎麼治你蔡英文 你知老憋山 和裴洛西一起去敬見安培敬山吧 我們都知道昨天前天上海突然拉了一堆人 從酒吧也好 或是從大學裡面也好 去做特色管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阿琪在昨天晚上11點37分的時候 說了什麼 牛逼甚至特色管理公告 把學生宿舍樓和名都公布出來了 就插貼個大頭貼啦 然後呢他在裡面罵 喔我們凌晨2點把人拉去做這個特色管理 我們都是綠碼的還要進方艙 上海7天後順利解除特色管理吧 現在的一切都太魔幻了 趕緊回到正常生活吧 我只能說你這種人戏後啦 好啦今天暖心的影片到最後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一兩碼 我粉紅手 是吧我下次見啦 掰